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X-37B 应该是最后一次 如果以它的设计寿命的期限来计算 但是有趣的地方我们看到在太空军那边 其中一位发言人说 他看到中国那边似乎想配合这个X-37B 这个太空飞机作出相应的调节 就是说是否说中国那个我们叫神龙的太空飞机 是会跟随着X-37B上太空之后 跟踪它 看着它 还是做一个观察等等 这个就是第一个比较神奇的问题 但是我们最近也收到消息 就是说到中国似乎他们的太空飞机 即是神龙 它做了一些壮举 它竟然在飞机上射了一些东西出来 总共有六件的 那究竟是所谓何事 什么来的呢 那会不会对着呢 就是我们说的 是针对着美国的太空军的发展 甚至乎在那个太空战上面 是不是都已经随时准备佔一席位呢 又会不会改变了我们说的太空的守则 或者太空法等等的设置呢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和陈博士一起在技术细节里面 和大家去做一些估计和预算和谈谈的 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记得帮忙 和like 和subscribe 包括我们NHK的军武器燃 和霍鑫智 那我们先和陈博士谈谈 陈博士你好 Larry你好 大家好 是啊 所以一说到这些真是欲罢不能 因为我们在说的就是X-37B 我稍后再说一下 中国神龙这部太空飞机 其实就很神奇的了 还有熟开我们的台 还有有时听陈博士说 大家都记得 我们以前也说过 就是中国这部太空飞机神龙 它之前也有做过事情 大家也在怀疑这部飞机 它做的事情 第一 你问是不是完全是copy X-37B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了 但是它的飞行次数 和它在太空逗留的时间 当然就不可能去到X-37B 那么多 那么长的情况 但是这次呢 陈博士我们有留意到一件事情 也都相当关键 就是它上到太空之后呢 其实呢 有一个业余的一个太空学者 我们这样叫 那么它呢 又真是呢 去Space.com 这个网站里面 就是投稿 那么它说呢 发现了 中国这部的太空飞机 发射了六样东西 那六样东西 还要是有 不是就是六件太空垃圾 它在六件东西里面 它是有信号 可以被记录 甚至乎呢 这些信号 究竟它发放多久 和它的用途等等 都是神秘的 那么这个学者 也都没有想念得太深 但是我们呢 就去做一些猜测 那么首先呢 陈博士根据你那个了解和预测 你觉得呢 它发射那六件东西呢 就是这件事 它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还有你觉得 它是不是都是真是 紧紧地跟随着 就是X-37B 就是那些叫前人呢 它们现在那个部分呢 就是一直在那个 准备 就是说太空战的前哨 或者太空的领域上面 那个的拓展 那些位置在做准备功夫呢 这次整件事就很有神秘色彩的 因为无论你说 在中文的媒体和英文的媒体 那个描述都是三几行而已 那么如果你尤其是 尤其是找回中国神龙号 成功发射 你发觉无论是大陆媒体 甚至乎香港TVB 都有报道的 只有那几行 而且全部是用字一模一样 就是在用那个发布的 那个新闻稿 就是扣下来的而已 那么反而呢 就由外国那边呢 就可以看到多一点点 就是看到它 这个神龙号 今次上去就做多一点点 上去之后 是会放一些东西出来的 那么 而且还可以数到 有六个东西 就将它命名为ABCDEF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很有神秘色彩 那么这六个东西是什么的呢 用来做什么的呢 它想做什么呢 那么在一个 就是这个计划 没有什么进一步公布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估计一下了 那我们现在又估计了一份了 那么 首先想想想想 其实对于一个业余做天文的人 要看到这些东西是不难的 如果你有好的仪器 甚至乎 可以量到它发放的信号 都是做得到的 那么 你想想想一个国际太空站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神龙号的轨道和方位的话呢 那么以它的高度来说呢 用一些比较 就是那些业余天文的东西 其实你都可以去看到它在哪里 但是当然你要知道它可以有六个东西放出来呢 那么需要那个专业程度和仪器又会高一点 那么 现在很有趣啊 大家去估计这些神龙去做什么的时候 那或者回头看 通常这种叫做 小型的太空穿梭机 它的特色就是可以重用 就是那架机被那个火箭推了上去之后 那架机自己本身是可以好像穿梭机那样回来 但是它不是好像我们以前看到八十七八十年代那些穿梭机那么大架的 它呢 就是很小的 就是小到可能是 就是以十凌米计那样 那么短而已 那美国就X-37B那架 就是可回收的那种小型太空梭 穿梭机 那它就可以停留一点 那么中国也是有相应的计划 如果你是再翻查一下网上资料 其实俄罗斯呢 近年都想搞这些计划的 而这些计划呢 就是相对来说呢 我会说呢 入门的门栏是比较低一些的 就是举多个例子呢 在今年2023呢 印度成功地去登陆那个余亮 那如果你再找一下印度太空总署自己搞的其中的project呢 又是搞这些小型太空穿梭机 又是呢 由火箭去捉住一个 好像一个小型穿梭机那样的物体呢 就推去上太空 然后呢 由太空里呢 就那个穿梭机呢 就可以最后以飞机的形式可以去下来 这样的样子 而甚至乎呢 你会看到呢 印度呢 已经是成功也都做过一次的了 那为什么他们选择可回收式的飞行器 都要做这些太空梭啊 这些这样的小型的太空穿梭机呢 那往往就是因为他的技术要求呢 相对没有那么高 你如果知道做可回收的东西 又发放得多东西 可以放一些东西上去轨道 现在你SpaceX是占了80%多生意 接近九成的 那不是 就是除了SpaceX之外 你都找不到其他的机构 去掌握到这种呢 就是自我返回的技术 就是那种可回收的技术 以这样的形式出现 就不是很多的 但是有什么方法 可以做一个便宜一点的版本呢 就是做那个穿梭机的版本 因为最后这件事 可以用一个飞机的形式去返回 你就不需要烦啊 它怎样平衡啊 怎样整支东西 好像筷子那样插在地上 不会塌啊 你就不用烦这件事 你用一个飞机的形式降落 那么变成了呢 你考虑的就是它那个 飞行的时候 怎样去找到适当的位置 降落就容易 好像飞机降落那样 那么这些东西 是相对 那个要掌握这个技术 是容易过你去发展一套 人工智能 来帮你那支火箭 整支那样 好像筷子那样插下来 平衡下来 所以这一种 这样的 可回收式的小型穿梭机呢 如果你做一些 是放人 放儀器上去呢 就都是另外一个 比较便宜的选择 而往往这件 无论俄罗斯 印度 中国 甚至美国自己 它都会发展这一种这样的技术 那么暂时 如果你说这种技术的性质 它做到的事情 我们看到的就是 它可以成功去升空 在太空上停留 以及进入一个特定的轨道 而也可以成功地脱离 安全降落回来 而中国和美国也好 它也有能力去运用这个载具 去再放一些东西进轨道 暂时你看到 那个项目的进度就是这样 嗯 因为我们都很关切 就是说 它放那六个东西上面 可能在今时今日来说 就不可能是这么快武器先了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就是不论是中国 你说是俄罗斯 你说是美国 或是印度都好了 那它们就不是真是为了和平用途 或者是我们说平时的民间用的科技 去做那么多东西 就是大废周章 做那么多东西 一定是将它武器化 尤其是成为一个太空武器 那样 所以那六个东西呢 就是 陈博士 你想一想 就是它 现在它发放那六个东西呢 就是其实它 在那个试验 就是我们相信就是试验 那试验用途上面 你觉得对他们 将它们将它武器化的那个位置 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的情况呢 这么说 你如果回顾那些火箭科技都好 你首先就要成功发射 去到特定的目标 然后就 你可能再希望就是说 有成功的一个guidance 就是可以将它引导到一个特定目标那里 那所以你要解决一个 就是将它变成一个武器 去打击你想打击的地方之前 你一定要能够成功将它摆上一个特定的轨道 如果说的是一个太空武器的话 就是好像现在你摆那六个东西 不要这么快就想着这六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件武器 因为你将它无论变成民用好 变成军用好 就 你一定要经历一个阶段 你是懂得如何去调控这件这样的工具 或者大家应该这么看 现在这个X-37B 或者这种叫小型穿梭机技术 美国就叫X-37B 俄罗斯想搞的那个版本 或者是印度搞的版本 甚至现在中国搞的版本 它首先最基本的用途就是一件载具 这个载具能够去进入一个太空的轨道 然后也可以攜帶有个负载 然后负载着什么呢?不知道 一些特定的人员的仪器 然后进入某一个地方 如果是仪器的话 放在一个特定的轨道 甚至乎就是 它不只是运载上去那么简单 它可以在上面拿回一些东西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是一些通讯卫星 有些东西我想放上去收回 或者是真的想着是武器化这件事的时候 我去上去偷别人的卫星 去套别人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你发觉 太空竞赛冷战时代 大家都有想的东西 就是那个时候 美国和苏联去博弈的时候 它很怕美国 苏联会很怕美国射的东西上来的时候 把苏联放上去太空上面的东西偷了 如果你真的想上去去拿回自己的东西 或者更差点去拿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你又没有一个基本的回接 就是那个叫 就是去loading unloading 就是去收那件货的技术回来呢? 再把它能够拿回来 就是攜帶回来呢? 如果它有一定的战略价值的话 所以呢 你真的要去想去做一些民用的用途 或者是有破坏力的军事用途之前 你首先要去练习一下怎么用到它 或者你要肯定自己有那个能力去放去收 那你问我 无论是美国过往的任务 甚至乎今次中国也好 你可以数回中国神龙号那几次进度 先前那一两次成功升空 成功进入轨道 成功返回 这是第一步 那你很自然想到 如果它的载据是想着去卸货和收货的话 那你就要试一次上去放些东西 然后再上去收回一些东西 那接着来可以值得留意了 就是今次神龙号上去放下了六件东西 那六件东西 它本身是会发放信号的 那你问我呢 最简单的就是 如果它纯粹想练习 把东西放进既定的轨道 怎样运用这个工具 来放进轨道的时候 那这次它可以试到 那这六件东西最后会怎么样呢 它会不会又被它同时间收回 然后撕下来呢 还是甚至乎是留下 下次找下一架机再上去收回呢 就是无论你怎么做都好 它都需要练习一个步骤 就是把东西收回 如果你问我去留些东西 下次再上去收回呢 就顺便可以训练了一个能力 就是我怎么样去找 进入一个特定的轨道 去一个特定的位置 找回我想要的东西 那如果我是很需要留给 下一次的连接去收回那件东西的时候呢 那件东西本身是要懂得 发放信号 告诉那个机厅它在那个位置的 那所以呢 现在暂时 就是这个资料实在太少了 由这里呢 我可以想象猜到的就是说 你要去练习去卸载一些东西啊 真的这个摆明是 upload和download了 真的你去upload一些东西上去 和最后download一些东西 就在这个任务上 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迹象 在做这件事了 我就不会这么快去跳到 那个武器层次那里的 但是你可以想象 就是如果这些这样的技术 已经成熟的时候 那它就是一件工具 这件工具可以运什么上去呢 有没有一些破坏力的东西上去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 最后有没有办法 所以我会说 既有民用 就是去布置通讯装置 也都有一定的战略的用途在这里 这个就很难去否认的了 但是怎么也好 在一个战争未来临之前 就现在你看到它做的事 就先假定是一个和平的用途先 而且就是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 是可以做到可循环再用 以及成本很低 也是那个stand by 可以很快 整个过程很快捷 有一种是很轻巧 去将那些东西在太空和地面之间 运输的一个载具 的一个各国之间的竞争 是出现了在这里 嗯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包括就是说 中国如果透过这个神龙 这个space plane 去到太空的轨道上面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那个制高点 制高点呢 其实已经由制陆制海 去到制空 去到制太空 就是去到制一个极高的高点 去看回地球 所以这个变轨的能力 当然可以令到它在太空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层次 就是第一 那个视角会更大 还有呢 就攻击的角度也都更大 这样 还有呢 就不其然呢 我们也是会想 就是虽然现在就在武器化的step 太早了 但是呢 其实也都早在这个神龙 就是他们上天空之前 大家就不其然在想 就是它中间发射一些东西出来 那件事呢 就令大家又想起 在前苏联那套系统 我们叫做FOBS 那中文呢 亦做局部轰炸的一个系统 那局部轨道轰炸系统呢 其实意思是玩法就很简单 它呢 就真的发射一些东西 那然后进入轨道 那进入轨道之后呢 其实它就不用兜了你的地球几个圈的 它可以呢 任意去到某一个point的时候呢 突然间呢 就可以转弯了 突然间呢 就可以呢 在那里呢 发放一些武器 那然后呢 例如说 繞过了 就是美国的北美房司令部 那然后呢 就在一个房司令部以外 就是说 在南美啊 中美洲那边呢 突入 然后呢 就去攻击美国本土任何的目标 那这个呢 会令到呢 美国辛辛苦苦建立回来呢 那一套的房系统呢 是完全是报废的那样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想法就很先进 但是要做呢 当然困难重重 那所以前苏联就做不到啦 那大家就联想着中国的科技呢 是不是也可以继承到这个科技去做 但是当然呢 又问回陈博士啦 那这个概念很好啦 那中国呢 就是上次大家就说 它是不是用 就是做着一个实验 又是发射一些东西出来的呢 那这次还要发射六件呢 那你觉得呢 就是如果现在从 就是它发射六件 到距离它能够做到这个FOBS这件事情呢 其实那条路是不是都还是很遥远呢 那这样讲啦 你要首先将 我假设那六件东西 就是你切上去推演一下 就是暂时你没有迹象 也都不像会是 要放了六件武器上去 就是不会这样跳步的 因为呢 你现在最重要是能够掌握能力 就是将你发放出来的东西 放在固定轨道上面先 因为呢 你要去发展一些通讯系统 你反而是入轨 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你怎样能够将你带上去的负载 成功固定在一个轨道上 令到它不要那么快跌下来 于是它可以继续在高空那里 去维持它的运作 它的功能 而这些功能很多时候 是跟通讯有关的 那我想这个是第一步先 如果你说到要攻击那个层次呢 就是说你发放出来的那件事呢 它是可以开头锁定在某一个轨道 然后它可以收到一个 施耗令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触发到它本身有的装置 来去变换它的轨道 而跌到地球上面 它想预定的地方 那就是说 最后那件事 就是会不会跌下来 以及能不能跌到它既定的目标 变成一件武器那样炸人呢 其实好看那件事本身是一件什么 现在看到发放出来的那六件事 应该就好像一些灯塔形式 就是发放信号去定位 就像是一个这样的功能 如果它是 就是这么说 放得武器在太空那里扔下来 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面对有些国际公约的问题 就是那个你在大气层外 你去放武器 现在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就比较踩界一些 所以你在地面射的东西 能够上到太空 然后才下来的那些 就不算你放东西上太空 但是如果你是预定 已经放了一些东西在太空 然后扔下来 那其实大家是有些 就是有些协定在那里的 就是当然了 其实如果有人去破坏这个协定 要做的时候 大家一起做的 就是这个就很容易的了 所以现在X-37B 其中一个就是会不会这么快 跳到武器上的应用呢 我就会这么说 这个转变可以出现得很快 但是在出现这个转变之前 你有很多东西要准备的 包括就是你怎么去掌控去运用 去调节这个装置的能力 那么你会看到就是每个国家 甚至乎中国这次的任务呢 都是在那里去演练着 它那个运转上太空入轨 然后相信还会去上载一些东西 以及去接收一些东西的能力 然后就能够顺利平安地返航 那么似乎是 现阶段是做这些东西 似乎就是合乎那个现实 嗯 所以都真的有很多的step 我们相信 就是中国现在要追趕 X-37B的进度 就是包括 你说第一 它很难跟X-37B相比 就是包括它滞留在太空的时间 还有就是你说它发放的东西 神秘的任务等等 那些就是暂时 就是都很多东西是没有特别清楚 甚至乎都已经有很多 就是这些学说就说 就是发放一些太空武器 比如说你放很多不同的卫星 就是有些可能去放一些的 无线电去砍你啊 有些就放一些动能武器去杀你 就是好像之前在那个俄罗斯 那些东西 就试过呢 就是在一个卫星上面 突然发射一些好像弹珠的东西 就破坏附近一些的卫星的碎片 产生了又就是吓死人啊 那些什么情况 那会不会呢 例如说呢 去雷射武器啊 高能量的 例如微波啊 那些武器攻击呢 那究竟会不会 就是现在就做得到这件事呢 那当然就 这个都是后华啦 那还有就这些X-37B 或者中国的这些space plane呢 其实 例如呢 就是跟陈老师说回 会不会第一 就它都可以大幅度增加回 它们自己国家的那个 卫星的能力 就是说可能它们呢 帮些卫星加回一些东西啊 甚至乎呢 在别人的卫星上加一些东西啊 可能做洩定啊 或者做一些间谍啊的东西啊 或者是它们那个太空基地 来近呢 都是非常之需要 这种的太空飞机 那个往来 例如说穿梭去提供一些材料啊 建造啊 人员那个投放 物资的投放等等 那就是那个太空飞机的那个未来呢 就是 陈老师你粗略估计 会不会有些什么方向上的发展 嗯 这样讲啦 它是 就是如果当一个国家 它没有那种 好像SpaceX那种 那么便宜的回收火箭 那种技术 没掌握到的时候呢 这种这样的太空穿梭机呢 那往往就是挺好的选择 那 所以 为什么你看到印度 它没有玩到 好像SpaceX那种这样的火箭 但是就玩这种太空穿梭机呢 那其实都是因为它的门纜低 就是成本相对比较便宜 你有火箭的能力 送到这架机上去 那架机能够进入轨道 再安全降落呢 那你相对 你会比较在你的预期之内 那所以我反而觉得呢 最后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呢 比较普及呢 是反而搞这种东西的 就是 当然啦 你发觉就是中国大陆 它都想尝试搞SpaceX那套技术 那我们以往都有杂数去分析过 就是说 其实中国的技术 现在距离SpaceX应该相差四年左右 那我们都提过 那而最后就是说 两者也都是不会互相淘汰的 你一方面 你会有一些可回收式的火箭 将你将仪器很便宜很快地进入轨道 然后就是那种可回收式的太空飞机 那也都会是同时间存在 那两者也都有可以互保之处的 那如果你说可回收式的那种火箭 它就是说 发射场地的那个限制比较少 就是一个不是很稳定的 在海面上面的平台 你都可以去发射 但是如果是 那支火箭要回来的话 那又是有一个平台 但是如果你在上面 在搜一些东西上 上面有些东西要接收回来的时候 你那个火箭 你是用火箭形式放一个回收仓 而不是一架飞机这样上去的时候 你下来地下那一刻 那一刻你怎么去接收回收 就相对就比较麻烦一些 你那个打闹的那个工作呢 就会麻烦一些 而如果你是用这些这样的飞机 自己飞回来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是 利用那个大器里面的流体力 去选择在地面上面 适当一个地方降落 而且也看到一个趋势的 按照计这种太空穿梭机 就不会回到以前80年代 那么巨无霸那种的了 因为呢 你如果想要拥有这种方便 和快捷和便宜 你要做小的 还有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机器本身小 你就更加多地面适合的机场 是可以拣损来去降落 那反而是更加划算的 所以就是 你会看到就是这种太空 就是穿梭机 它之所以有国家 愿意投入 就是看到它那种 比较便宜 和能够配合到 现有的地面设施 那个能力是相对比较高 那当然你说SpaceX 那种可回收式的火箭 它就是 都可以很方便 但是 那个核心技术 你要研发开发 就相对就是 要技术 那个含量要高些 那所以你发觉就是 几线投资 好像中国大陆那样 既有这些 民间机构 学这个SpaceX模式 搞可回收式火箭 而同时间它们也都有一些 好像美国X-37B 这些神龙号的项目 也都存在着 那就是说呢 其实就是 如果大国两条腿走路 就是 可回收的 包括火箭 包括这种的太空飞机 但是一个重点都是可回收 成本要低 可以重使用 令到它们在往返的太空上面 就做到 是一个 我叫 sustainable 就是可持续地 一直 将技术可以 叠加上去 令到它们的 进程 可以持续得到 就不是说 那个负责上 那么大的负担 就是好像以前 我们说的 那个太空穿梭机的计划 就很昂貴 昂貴到其实 美国最后自己都不是很顶得到 都真的要退役 那蘇联也搞不到 俄罗斯现在都是莫财的问题 都搞不到 所以我想很多 就算是武器也是 就是现在很多武器 都是要把成本控制 把那样东西是一个可控制 还有就是那个盈利能力 都要做得到的那样东西 那我想就科技上 成本控制上面 物料上那样东西 都是各国去挑战 就是这种的太空飞机 是一个大的挑战 所以呢 就去到最后了 陈博士有没有一些 一些结语呢 就对回 例如说中国 美国 甚至乎印度 就是他们去发展太空 就是这种飞机的上面 你觉得 就是第一 就是他们那个方向啊 或者是他们现在那个进度 你有些什么的留言 或者有些什么的看法 一个小小的留言 不要忽略印度在后面的追赶 我们看到的消息相对比较少看来自印度的消息 但是可以这么说 对于印度太空总署来说 这个可回收息这个小型穿梭飞机 都算是他们比较重头摆下去的项目 他们其中的项目就是 你知道他们的登月计划 那他们终于成功了 那他们会再试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的重点项目就是这个 就是可回收息小型的穿梭飞机 那大家就留意了 就是这次这个中国神龙号 我相信 如无意外 那它假以时日 它会再进一步的资料公布 当然就是要宣布整个任务完成了 那它就写好新闻稿公布这个任务 顺利完成 那也都会有更加多的细节去公布出来 那看看我们讲得重不重呢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说它 应该都是去 怎样去摆物件入轨道 以及去重新去做回收 这些这样的练习的工作 然后印度什么时候又会做回相似的任务呢? 相似的任务呢? 那你就会看到两者之间的差距 而暂时的差距不大 那大家就继续放长相眼看 那我们都会有消息就继续跟进 是啊 还有也都借太空军那边 就是他们的将军的发言人 那我们都讲了 其实就算X-37B都会高度留意着 中国现在的太空飞机 就是那个神龙 就正如中国也都很留意到X-37B 因为其实双方呢 就是那个发展上面 就是大国 以及在太空争败面 其中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大家都是互望的了 甚至乎会不会在太空相遇呢? 那虽然相遇我们都不会知道的了 但是究竟有什么一番的明争暗斗呢? 那我们就来有期待更加多外媒 或者其他媒体可以传回来的消息 让我和陈博士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这一节就来到这里了 那大家记得就like我们的节目 以及也都免费订阅 包括我们NHK军武企业 以及科学新知 我们两个台 那我们都会为大家定期提供更加多新的 无论是太空 我们讲军武方面的新的知识 以及现在最update的见解的 好 那我们今集的 我们讲军公开物就来到这里了 那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